大家好,欢迎回到这个《芒向快报》的时间 今天是2020年7月18日星期六的黄昏时间 这里我是许刘山 还有纽西兰青瓜仔,耳得太阳 大家好 还有小白红社长Raymond Wong 大家好 加拿大家产生 各位网友好 还有澳洲小金与真BC 你好,大家好,才是真理好 记住了,like我们的影片,留下言 最重要是订阅《芒向》这部YouTube频道 正向部晒冷气三个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点赞 哇,加拿大家产生,你又一觉醒来 又变天啊,香港 又变? 是啊,真是 风云再起,为什么呢 哇,加拿大家产生有没有感觉,起床觉得他人热了 今天是很热的 很热 知道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热血公民 哇,厉害啊 要挑战三个区 他就宣布参加这个立法会的选举 今天就去了一个把头外面 就不是跳海 不是跳 不是You jump I jump 跳海了 是正式宣布 就是要参选 还是怎么样 他说 很搞笑 郑松泰 站上台说 要争取连任 民主 是应该带来色彩 不会黑蒙蒙 哇,就是怎么样 暗示是不是跟这帮黑蒙蒙的黑暴友就割席呢 是吧 摆到明了 现在 没有那帮黑暴友 都没有当 其实应该说 主流参加初选的人都没有当你是自己人 是 因为呢 为什么呢 郑松泰呢 他之前 大家要印象的话 他当选了没多久 16年的时候 他当选了 他那时候也有5万4千票 做了新界西的议员 那时候 芒果佬 即是黄毓民 五个首牵手 说得很夸张 那时候也算是 热狗 就是热血公民的匿称 就叫做热狗 吃也好 不吃也好 什么热狗也好 就 五个 五件 谁知道 初头想着 芒果佬 就说自己 就是黄毓民 就觉得自己躺在那里都赢了 赢了 游慧晶 还是怎样的 谁知道 五个到最后 一个生还者 就是 郑松泰出来了 郑松泰 赢了之后 好像坐了芒果佬以前的 office 记得 我不太记得 是吧 应该是 都不记得 但是我最记得他出来之后就说 热血公民解散 其实最早 他变成了组织的主席 王庸达就退居做 应该是退出社运 他们的原句就是退出社运 是 那说一下 很搞笑 为什么呢 郑松泰他们就没有参加这个初选的 就是泛民 所谓的 泛部派的初选 直接 就跳过了他们 大家记得 大家记得 那时候 郑松泰 赢了没多久了 就是一段 网上 传出来的就是他的录音 那些人就说疑似是他 其实就是他 是他 是他 他有认的 他有认的 是吧 他自己认了 他说回DQ事件 DQ就是那个4加2 的士2 游慧晶 长毛 他 大家要印象就是 他说叫 梁仲恒 游慧晶 他们应该去死 还说 跟他们扮朋友 还是怎么 说那些选民是白痴 选民大胆是白痴 大家记得 真的 你说选民是白痴 就是你还走出来选 真是好意思 那没办法 这个人工方面 真是 非常吸引 他没有了份工 他没有了份工 他没有了那个叫做 大学那个 港司 那麽上下的 工 所以就 现在就得回 我看过他编读文的 博士语文 是吧 是的 中国 大概说中国 农村如何用微信 去推出 那些农产品 那麽上下 因为 很不幸地 我跟他校友来的 哈哈哈 不要紧了 他说到 你看到抗争派 穿了黑衣 今天在码头上 他又不穿黑衣了 穿白衣裳 还是怎样的 有几件的 有他啦 还有这个 渠王 郑錦门 那为什麽叫做郑錦门呢 他们那时候 李大呢 郑錦门好像有份 扒渠的嘛 扒渠呢 那些臭渠的那些 是 渠王啊 还有一个 咦 有个女将 叫做法子 酒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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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不是啦 古井多些啦 那个样子都思思文文的 用它来吸一下 叫做 剩余的热狗 或者叫做宅男票啦 或者看它的款式 那时候一出呢 那个叫做法子的时候 就是这个女生 在热狗里出来的时候 就是做什么主持啊 还是怎样的啦 那个时候 哇 都很多 那些 可以说叫狗公那些呢 哇 这些留言都相当猥琐啊 怎麽猥琐呢 有没有可以 可以举些例子给我们看一下 那我用形容词啦 哎呀 法子我请你吃腸仔啦 那好不好啊 那些 那当然啦 其实就形容某些生殖器官 那些那些 哇 那些人这么鬼 就像前世没见过女人的那些 是吗 其实那个郑錦本呢 还好意思出来选的 他那时候呢 坑渠老鼠 坑渠老鼠不得了 还连那些叫做 那些选票呢 他有一些钱去拿回的 他呢 就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去到拿 还是怎样的 赤了几匹 有没有记错啊 三十匹 不知道啊 三十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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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他们那个叫做 什么交叉网络电台啦 完全呢 极恐怖啊 就是 有些节目是去到个位数的 因为他被 那些 成仇的那位朋友 踢穿了嘛 就是假数的嘛 那嘛 就是免得再掩饰了吗 是的 那不是假的吗 嗯嗯 那他们就拆了几张票啦 跟着 又 有一点 他们挺有趣的 他们就说 一 他们就会 签那个 确认书的 哦 那么有骨气啊 嗯 签哦 我知道啊 那么有骨气啊 哈哈哈 我打过伤人好 哦 是的 那么 之前呢 这帮人呢 就比这个 芒果佬呢 那时候他 我们数回都挺搞笑的啊 那时候他跟芒果佬呢 那个 那个 那个叫做 怎么样呢 半变啊 是的 形容芒果佬半变啊 我经常想 芒果佬什么是半变呢 就是说王英文是半变 半变自己也有的 真是傻傻的 不是他们那时候 芒果佬是 不好意思啊 他那时候叫他自己做叶普城 叶普城 叶普城反面的时候 其实是17年才反面的 选完不是直接反面的 不是的不是的 有些时间 是要酝酿一下才反面的 那当然 王毓民 选不了其中 就是也都是一个 就是他们反面的原因 就是我们 我认为就是 因为 结果叶普城 真的只有一个立法会议员 是啊 那天就叫 鄭松泰啦 就是大家都知道 还有郑松泰他很有趣的 他在议会做一些很小学生的事情 嗯 就是其实没什么做那些突出一点的事情 他小学生的事情就是那时候好像那些国旗 就倒转插那些这样的 就是一开球的时候 那他很快就面对这个被DQ 或者可能叫做被起诉的 但是那时候都很害怕都很快 他一开头的时候 还有跳两下篮 这样的 就不知道坐了在佑慧晶的位置 开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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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什么 立法会在道 我记得 是是是是 上年七一做立法会在道 没错了 那他这个都被叫做 何君尧 何君尧都去报警 处理的 那他们的口号叫什么呢 捍卫自有 保住香港 港人为大 自强不惜 你说那些小民是白痴嘛 什么港人为大 就是你这样说 完全你的事情 都是 大话 都很难让人相信 就是你还有面子出来选 都挺厚久的 跟着又说 问他为什么你不参加那个 初选啊 还是怎么样啊 他 他有解释的 其实之前 他说这个协调机制 只能给这些泛部派 不同的阵营 就分饼仔 那我问了 究竟这些人呢 这些所谓民主的基本意思是怎么样呢 那么多个人 都不是很清楚啊 强调他们自己业久 政治纲领是不同的 会照常参加选举 会照顾同道中人的选民 那这些呢 就很 很可圈可点啊 他说这些 不过最近坊间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好像香港有本页派发的 不知道哪个有心人 就给钱出来印了 叫做什么 乱港黄丝狗途鑑 有十几个这样的泛部派演员 冲物小精灵啊 对对 就是说到冲物小精灵 我看到 你看到吗 然后就有一页呢 就相当招呼 就是 郑松泰的 或者特性是什么呢 就不会跟这个 泛部派在一起的 那么在国歌法的时候呢 就投出唯一的反对票 经常就跟这个泛部派在一起狗咬狗骨 都挺搞笑的 又影响他CP值是怎么样 他都算是把自己隔绝了 跟黄之锋那一类都隔得挺开口 安全一些的 如果跟他隔开就好 对不对 黄之锋实在太惹火了 万一DQ 就是这个 黄之锋经常被DQ 万一把郑松泰自己拉上同一伙 又被DQ了 那不就更糟糕了 他这些人很聪明的 是的 那时候呢 看到没有 但是我有 我想提出一下 到底热土城这群热狗 算不算是本土派 他说什么 那时候他有说的 扮朋友 他们当我们是本土派 你当了你是本土派 你觉得自己不是本土派的 那你又说自己 和这帮泛民 又不会和他们做朋友 或者不参加初选 那你究竟是什么呢 那些人说 那你是不是真的是建制派 其实他们是本土的 他们是本土的 因为他们那时候的纲领是本土民主反共 这个书都是的 那你和芒果佬他们那个叫做普罗政治学院 是吗 义脱公民 义承那个不知什么 义承邦就是义承邦 义承邦 那些人会问一下 郑松泰你们那个全民制宪去哪里 那时候经常说要全民制宪去哪里 还有全民制宪系统的 他好像还在一个网站那里 全民制宪系统 那就死了 这四年你都做不到什么出来 收档啦 郑松泰是不是 原来那个女儿 我知道是谁 法子 法子 我大概知道 这些都是以前 叫做 识得下的人 还有这个 门叔 其实他在那间包店打工 说自己回楼 其实回楼应该是叫做 拿了身份才叫回楼 其实他没有书读 张子恩 他已经叫自己做一个政棍 他的工作已经写明了 在Facebook那里 Act what our 他说 这个叫做什么 郑松泰 他就 郑光呢 今年呢 这个金界 呀 就没有了什么交叉 全民制宪的 Greetings 这是什么 推动 全民出来的 就表忠명为ников了 这个 所有民主幹活的 韆春不 Nah 我记得傻了 本土派嘛,接着又继续讲自己啦,会跟上一届的做法是一样的,就会签这个叫确认书 就说自己没有Plan B的啦,当然啦,自己吃好果嘛,还要安排给你一个吃嘛,是不是? 那不会安排另一个人来替代他自己的,当然啦,做了议员这几年这么爽歪歪,就继续做啦,是吧? 有人都问到他的,那你会不会参加,会一起否决这个财政预算案,逼政府回应这个五大诉求啊 他都答得挺松张的,他说呢,就会在议会里面,会行使否决权,就政府不合理的议案作出反对 哇,爆了个底,他真是好恨做议员啊,都不敢,即是连胡志偉都不如啊,是吧? 即是起码是是,不是就不是的,那些这样啊,就接着再继续讲自己啦 过去四年纪录来讲,他说他作为民主派啊,他没有说自己是本土派啊 民主派啊,反对派来讲呢,他说他反对的就算很多,不过去到这些很关键的时候呢 其实他也是,消失了啦 消失了啦,即是和他无声九啊,住一室不见了,咦?他去哪里了? 关键时刻不见了 嗯,那对于这个热九呢,这个郑松泰大家怎么看呢?有没有机会呢?他 我觉得他某程度上有机会都颇大哦 挺大的 是啊,就是看他和何君尧究竟会怎么样哦 他有没有,是的,都是要看他到时真的 我觉得可以哦 你觉得可以? 因为其实他已经代替了那批温和,现在他是最温和的 温和啊,温和啊,不是Giwawa Giwawa都好,Giwawa小小的,但也很凶 他变成了歌姬,短脚的歌姬,跑那些,又很乖,好像热九腸那些 又不会怎么吠的,这些人变成了热血歌姬 那都好看哦 他们很少走位的,其实他们现在走的位,就是没有那帮黑暴友那么激 但是也都不是这个,他的精军味是少过阿之锋 但是这个时候不够激,又可能未必有人去投 就是觉得你之前做不到事情还是怎么样 现在的取决,取决于就是看黄之锋会不会打他 就是说你跟他有个分歧,还是怎么样 不过热狗又是热狗的牌,到时性格好看啊 变成了斗兽棋啊,狗对狼啊 战狼斗热狗啊,好看啊到时 但是当日那些人说,何君耀上到位,就是因为热狗怼死了铁头人 AV人铁头人造成的,其实何君耀就是跟热狗分工啊 其实我没有想过,哪个是波罗,原来他们有区议员的 有王小剑的,波罗是当选了,我现在才知道 你解释一下,普罗政治学院啊 不是啊,波罗是热血最强的 你去议公民,你去议公民,有区议员 有啊,法子跟他开幕,有拍照 是啊,其实他就是,传闻 就是权兽那位兄台呢,跟芒果都翻面 就是因为他,因为权兽那位兄台呢 就支持王兆健,所以他们就翻面了 这个就是一件事啦,就算姓仇那时候 为了这个叫做郑松泰 我不知道这些是否叫固存大局呢 有时的人呢,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 固存大局呢,要掩着良心来做事 他说,竟然赞郑松泰,很帥仔 好像韩胜,真是令人作嘔啊,大哥 嘩,excuse me 真的喷烦,他们是这样的 所谓呢,叫做有共同的利益的时候 利窮就促散嘛,有共同利益的时候 一齐可能要扮团结一致 所以说,李笑啊,郑松泰扮朋友 还是什么的,你们就是扮朋友 是吧,就像芒果佬那时候 原来他都不满那个什么 什么永续基本法 还是什么,还是怎样的 原来可能当时大家有些东西 没办法,一定要扮朋友 你们可能说叫固存大局就好 都好,利窮側散,一散了 知道原来是没有机会,还是怎样的 所以就互对互咬 他们什么仇口呢,就是一件事 其实在这些什么交叉论坛的时候 原来也有个叫做黄白鱼 这个肥仔来的 肥仔来的? 是的,我知道 那不如叫黄白斤吧 应该是千斤的 哇,厉害啊 其实他也是一个很出名的人 如果好像小弟追了他们的节目 或者他们的事迹这么多年 那他有资格地分析 郑松泰说他没有本土派坚实的抗争精神 令到香港人非常收嫁 郑松泰这几年 在那个叫做语言艺术 或者讲话那方面 就有些进步 他很懂得射歪 你这样没有做本土派 怎样怎样 郑松泰又郑松泰叫什么 港人卫大 口号那些 是吧 传问志軒 这些说就说得很好听 然后人家说你令到香港非常收嫁 大家专心做回自己的事 接下来看看 大家记住 四眼哥哥郑锦本去爬渠 那次 其实都好像被警方在告 非法清理省拒 这个不知道 这个算不算叫本土派 本土派胡惠杆 那个是什么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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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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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出名的 胡惠杆他 他说不懂得救什么 自己捐狗狗 就是在少林未满师捐狗狗 就是出了狗狗 出了狗狗 就是少林那些俗家弟子 就是你学功夫呢 你一定要打完少林十八同仁阵才行 木人行 打完十八同仁阵才行 木人行 打完才行 打完之后 你就去到最尾的一关 你就有个顶 你们两个手举起去 戳起去 那你就会 因为那个顶很热的 那你们拉到左手 和右手 就有左青龙右白虎 哦 青龙白虎 如果你打不过少林十八同仁阵 木人行 你又赶着走 那怎么办呢 哦 捐狗狗 就像郑金盘那样 警察来到包围住了 那你又跑不到 又怎样 捐死他 就是这样 这个叫抗争派 这些叫本土派 都不知道是什么派 你这些面目模糊 面目模糊的本土派 这些不知所谓 胡慧权 看看你到时候会选成如何 是吧 好了 法治应该都有一批毒L是喜欢的 少了 如果因为这样而进去 就是想你 但是这么多年老实说 真的年纪都大了 很久了 真的很多年了 那时候都 刚刚出来做节目之后 我刚才说 还有bonus 上次选那个 很多人不知道 那这些不说 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们什么事 是吧 留意一下郑松泰 我们都是留意那个 这个就是狗对狼 斗兽棋 新界真是好看 斗兽棋那个就不是 斗兽棋是狗赢狼 那看下会怎样 那人家有三只狼 是不是四只狼 加上四只狼 行不行 我不知道 那我们接下来说一下 战狼如何 不如好不好 哎 说到兴起 好 我们这节来到这里先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